火 火 大家好 我是愛的原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帶來最新的原神活動攻略 原神奇境迷丘探幽型活動攻略 探幽之行的第二關跟大家說一下怎麼來 今天可以直接傳送到迷丘對決 傳送過來之後 往這個學障下面跳下來就可以到今天這個第二個點位了 來 先給大家演示一遍 大家不知道怎麼動的話跟著我來 首先呢 就是直接往前傳送 然后这个秋人啊 他会往前跑 好跑完之后呢 传送一下这边 站在这个木箱子上面的秋人 然后往我们的右手边看 有一棵树 把这个日肉果给它打掉 就可以附身到下面的这个秋人身上了 这个秋人会往前跑 然后呢 我们附身到前方 空中的这一个史莱姆上 这个分史莱姆 然后往右边 空中这个史莱姆一直过去 好 过来两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附身到前方 大家看到这个道路前方的 这个秋人身上了 附身上来之后呢 赶紧往我们右前方 这个秋人附着过来 好 就躲避一下这一个 这个萨满的这个追击 好 再传送到前方 这个秋人这边 然后呢 我们的左手边 空中会有这个分史莱姆 传送到这个分史莱姆上面 再到地上这一只 跑来跑去的这个秋秋人 然后呢 再传到空中的这一个 分史莱姆 上到我们这一处 这个大平台 上到大平台之后呢 我们选这个周围 这一圈会跑动的这个秋秋人 然后就不用管他了 我们让这个秋人 一直往前跑 直接跑到这个口的时候呢 我们再从这个口 这边传送出来 好 然后顺着这个秋人的视线 往前走 他是会往前跑的 他说会往前跑的 这边有一个站着不动的最后人 然后呢 就接近我们的这个目的地了 这一个这个路线 大家应该看懂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 唯一一个难点 就是上了这个大平台之后 有可能会被这个 舅舅上满发现 好 那么这边到这边 我们去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那么接下来是这个 第二关的 这个叫什么来着 迷秋对决 来 接着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今天的话呢 是要打这个卷心菜 也是让这个大秋人摔倒 摔倒之后 我们接罐输出就可以了 然后今天这个卷心菜呢 他首先会发动一个地板要塌陷 来 我们上来之后 可以先打一会儿 来 大家看到这边提示 地板似乎要塌陷了呢 我们就当心一点 跑得稍微远一点 然后呢 厂商会掉这个卷心菜 有这个金色的卷心菜的话呢 大家就打这个金色的 金色的一个就可以破掉 这个普通的卷心菜的话呢 需要两个才可以破掉 好 破完之后呢 我们赶紧过来打除出 基本上和昨天一样 也是这个三轮 然后呢 就开始等他的第二轮 他提示这个地板要塌陷 一般来说呢 他会先站起来晃一会儿 然后呢 跳高 接下来呢 就会放这个技能了 地板塌陷之后呢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脚底下 然后有这个金色的卷心菜的话 直接打 这样的话呢 这个一个就可以破掉 大家如果说自己这个伤害高的话呢 两次击倒 一次击倒 甚至都可以打掉 那伤害稍微差一点的话呢 打个三次四次 也差不多 不能再多了 而第二次这个四次还没打掉呢 可能时间就不太够了 因为左边有一项 这个不超过120秒 两分钟 地板塌陷了 我们稍微跑远一点 这样的话也方便我们找这一个决心菜 好 那么今天到这边了 然后下一个关卡的话呢 也是要到后天 那我们继续后天再见 打拜拜 大利天 коїboom 随儿 配领 Govern 团 一点